今年这个愚人节和往年完全不一样 假新闻没有 震撼消息炸堆出 近日 汉玉泉内的喜事连连 选宾和孙艺珍的婚礼刚结束 知名女星也是孙艺珍的闺蜜孔孝珍 被媒体长篇报道要结婚了 一不小心上了全旺的热搜 感情一向低调的两姐妹 是不是事先策划好的呢 先看孙艺珍婚礼上的小插曲 3月31号 多名知名艺人出现在孙艺珍和选宾的世纪婚礼 包括宋忠基 李允儿 孔孝珍等 久未露面的孔孝珍可以说是一位幸运的女神 接到孙艺珍的捧华 拿下了3月最大的豪菜头 而孔孝珍拿到的捧华 这件意义本身就已经让人意外了 毕竟孔姐可是号称不魂主义的说 不信你看看现场嘉宾的反应 看看玄斌这吃惊的表情 再看看孔姐这么开心的表情 再看看玄斌和孙艺珍这夫妻俩一脸吃瓜的表情 看来这一扔成功扔出了另一个超级大瓜 孔孝珍相信不用可代表多介绍了吧 但凡看过韩剧的就没有不认识她的 韩国浪漫喜剧女王 虽然没有一张符合传统审美的漂亮脸蛋 但是身材高挑 气质好 而且密之有观众缘 验什么都能俘获观众的心 姐姐演过的韩剧绝大多数都是热门爆款 窗戒如有牛逼 而且一部剧CP一个男神 跟谁搭档情侣档都无比的般配 人送外号男神收割机 因为每部剧里和她搭档的男主角 都是韩国演艺圈里的男神级别的大水哥 跟谁搭档情侣档都无比般配的样子 饼干老是星星堂里和青涩的孔刘谈恋爱 最佳爱情里 她是让暴躁傲娇大明星车胜员 轻不自禁心动的过气女团哀动 主君的太阳也是景点中的景点 孔孝珍在剧里试验 因为能看到鬼而每天精神萎靡的太阳太空时 辽得高傲主君苏志谢甘愿为她而死 还有没关系是爱情里 孔孝珍和赵映成的成年人至于系恋爱 凭借着无与伦比的CP感 圈了无数族粉丝 每个CP粉都许愿希望她能和自己的CP成真 其中最热情妈妈非常努力的是这两家 孔孝珍和孔刘 以及孔孝珍和赵映成 但可惜孔孝珍虽然性格开朗豪爽容易亲近 和孔刘赵映成都是相识多年四交肥欠的好朋友 经常还能三不五时的被拍到聚会 给大伙留下了无限遐想余地 但孔孝珍真的是把不婚主义挂在嘴边的人 她的名言是结婚计划完全没有 为什么不想结婚 看见奥巴们就完全不想结婚了 人间清醒了空间 因为公开发表不婚宣言 平时也几乎是个恋爱绝缘体 除了拍戏工作大多时间都是用来友山晚睡 以及和闺蜜群聚会 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连韩国媒体都没有追踪过她的感情动态了 好像默认了姐姐独自潇洒一样 没想到这次孙以珍的婚礼上 她居然是结捧花的选手 虽说孙以珍肯定非常愿意把捧花送给自己最好的朋友 但也得孔姐自己愿意结才行啊对吧 当时看直播时的网友就有人预言 孔孝珍好事将尽 毕竟孔孝珍这种把不婚主义挂在嘴上的姐姐 居然会那么热情满满的抢新娘捧花 而且拿到花后还特别高兴的拒着捧花庆祝 真的很不像她 这波就在孔孝珍接到捧花后 她将都在祝福姐姐早日找到另一半 还有很多网友刻她与赵云成的CP时 4月1号下午5点 哈梅突然爆出猛料 说42岁的孔孝珍 要和比她小10岁的年夏小男友闪婚呢 又是闪婚 又是年夏小男友 孔姐这是一拿捧花就要干大事的节奏啊 对方是创作型型首凯文哦 一位美籍寒衣 2015年参加韩国MUND电视台选秀节目 Superstar K7获得冠军 随后参加选秀节目Superband 获得第五名 并成为乐队Aftermoon议员 最近在韩国OST圈很有名 丁海银新剧的几首OST就是她唱的 而且这位歌手学历还很高 她是达特茅斯毕业的 本人一看就是那种玩摇滚的长相 非常炫酷又有一点像Ring Kelon O的音乐才华也是相当亮眼 曾参与过多不好剧的OST 像是芝加哥打字机 Stone League DP逃兵追击令等 尤其是她在DP逃兵追击令 演唱片头曲Creezy 一曲在每一集播出的片头中 占有很大的比重 长达接近一分钟 据悉她俩已经悄悄恋爱两年多了 这次恋情被曝光后 网友随手一番发现 早在2020年 孔孝珍在一档节目采访中 透露过男友凯文 表示欣赏男友的为人 对方个性沉温 对人情绪有利 对事业又专注 最主要的是十分包容她偶尔的任性 根据孔孝珍的亲友透露 男友凯文已获得家长的认可 并且凯文已向孔孝珍求婚成功 并获得女神芳心 所以目前的孔孝珍状态 真的就是一枚准新娘 参加孙艺珍的婚礼界的捧花 好运正在接近着她 闷声办大事了孔姐 这恋爱谈的保密水平 比她几次被拍到的闺蜜孙艺珍 厉害很多的样子 至于两人的恋情是怎么公布的 这倒像是孔孝珍团队 退而求几次的公关 刚开始还没传的是 两人将在今年晚婚 因为韩国婚礼的传统事 一般捧花是要给很快结婚的朋友 就这样承认了恋情 在此之前 孔孝珍一共有过两段感情 第一个是在2002年 一拍摄电视剧 《华丽的时代》认识的柳成范 再交往了一年后就分手了 但两人在2008年 又旧情复燃重新复合 而且这次持续了四年之久 但在2012年 这段分分合合的 长达十年的恋爱宣布结束了 柳成范是中午录大咖 韩国最有影响力的演员之一 而孔孝珍是80后 最具有影响力的女星之一 她们咖位相当 年龄相当 是公认的金童玉女 分手后 很多人为她们感到遗憾 但再也回不到当初了 第二个成人的男友 是在2016年 与自己前后辈关系 发展恋情的李真旭 对方是模特出身 比她小一岁 颜值和身材美话说 但是由于地位不对等 两人只交往了三个月 就结束了恋情 再往后的八年 孔孝珍一直在拍戏 并没有新的恋情公布 但是在2014年 孔孝珍和赵颖诚 合作了韩剧 《没关系是爱情》啊 这部剧爆了 同时两个人也传出了废文 成了很多网友心中的CP 可他们都否认了 但是网友们不死心呀 昨天孔孝珍接到捧花时 网友们还在喊话赵颖诚 让他们早日细节聊言 可谁想到孔孝珍 真的有另一半了 对方却不是赵颖诚啊 虽然孔孝珍 没有跟赵颖诚在一起 跟小十岁的才子 组成一段 当下最热的年夏恋 也是很好客了 对于二人热恋的消息 大多数的网友 都保持祝福的态度 毕竟孔孝珍这些年来 一直非常的低调 并没有太多乱七八糟的绯闻 而这次被爆出恋情 还是在孙义珍大婚之后 不得不让人遐想 是否好事相近 也有媒体爆出 二人很可能会闪婚的消息 但是孔孝珍经纪公司 否认了这一说法 只是说确实在热恋中 关于结婚 有好消息的话会告诉大家的 一般来说 明星有了结婚计划 但是又觉得 还不想对外公布的时候 就会说这种 目前还没有 一旦有就会告诉你们 这种术语 先是高调在闺蜜婚礼上 拿下下一个 结婚象征意义的捧花 然后主动公开了恋情 说有结婚好消息 就跟大家分享 从种种迹象来看 出道以来 几乎从来没有公开认爱过 并且一度很长时间 自称单神主义者 对婚姻完全没有兴趣的空间 大概率是喜事将近了 再加上现场嘉宾的反应 大家都知道了的样子 所以应该是快乐 所以孔孝珍和男友 在今年内晚婚的几率非常大 但不管是哪天结婚 都要提前恭喜了 演喻祝俩人可以早日步入婚姻的殿堂 结束恋爱关系